对于香港青年买不到楼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上一代的人就说 自己年轻都是熬,没什么特别 存钱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呢 本节目以实业的形式 追访五位80后年轻人 记录他们一天的平均消费 帮他们计算一下 到底置业是不是遥不可及 上一次我们追访的这位 Stephanie从事市场推广行业 她目标是存50万置业 和她记录过一天的生活消费之后 发觉她至少要差不多存五年才达标 她认为这个时间太久 决定再次挑战 看看以最省的形式生活 存钱的时间可以缩短多少 我今天挑战这个省钱模式 所以我准备了我的早餐和午餐 你觉得今天省钱模式 今天结算的时候你会花多少钱呢 要花多少钱呢 可能只是车费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话 20元之内 对 其实如果最便宜的上班方法 也是坐巴士的 我也想不到最便宜是否可以再便宜了 对,所以今天也是坐巴士了 对,我现在已经不开心了 我搞定这个月 怎么样 你别用这块钱的 对,你这些下班 是的 对,我不客气 没有不客气 对 不是 因為今天要省錢 所以我會放高車回家 現在我去乘巴士 因為這是最高的選擇 車費就是龍江班的 得到一年的支出後 我們用他的年薪相減 得到一年的儲蓄 再用他的目標相除儲蓄 我們能得到一個時間 到底是多久呢 你今天所用的費用是… 對於這個數字 有甚麼感想呢 很滿意 對 跟你想像中出入大不大嗎 不大 對,因為我平時也有試過 差不多這樣的洗錢模式 公布一下,如果你用這個洗費 可以多久儲蓄到你心目中的 首期的數目,好嗎 好 不算很久 但是如果以這個消費模式 這樣去那麼長的時間 我覺得有點悔悔 其實不是辛苦的 如果要每天都是這樣 過這個時間會有點慘 就是沒有朋友 如果要這樣過這種生活 最多 我想三個月我都有點受不了 儲蓄置業的確是不容易 要有付出才可以得到一個安樂窩 但最重要是 懂得在揮霍和死坑死底之間 拿一個平衡 加油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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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